來到最後一節的發達廣場環節 仍然歡迎家庭觀眾 踴躍打電話來問我們問題 電話熱線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發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bschannel.com 身邊的嘉賓仍然是我們的高級分析員 正叫輝先生 Stanley 你好 看看大事記最新表現 恆治升9點 去到19687點 成交方面有357億 國企指數升47點 報10694點 而期指方面暫時升104點 去到19696點 而是暫時低水14點 成交量方面有50,000多張 不如看看內地股市的情況 上升指數跌3點 去到2506點 互深300跌8點 去到2727點 深淨城市方面 暫時跌55點 報10535點 其實經常都說 我們的股市最重要是看政策 特別想問你一隻 編號38號的第一拖拉 這一隻其實都是在炒政策方面 市傳都會有補貼 增加24.5% 問問你這一隻 暫時有股價是下跌5先 去到7.7元 這隻又能否進入呢 基本上看一些國家政策的扶持之下 大家可以看到 在農業方面 其實一六二來都是很受惠的國策 特別是看農業機械本身 其實本身這些機器 都可以提升一些農業的產能 亦都變相 可以幫助農民方面 可能一些生產量都會提升 而令他們的收入方面都得到一些改善 雖然在過運一段時間 其實你看到第一拖拉本身的表現 都做得相當不錯 這個原因也是因為受惠 國家一些政策的扶持有關 事實上看回之前的時間 包括一些農田水域工程 或者一些農機的補貼方面 其實第一拖拉都幫助相當大 而在剛剛最新公佈的一些情況 政策方面 其實都會提早一些補貼方面 會批出去 所以變相對你說第一拖拉 都是一個比較正面的信息 大致不過你看到股價方面 其實在之前的時間 基本上已經跟隨大市 累積的升幅其實都不小 其實在圖表上會見到 剛才之前的股價最低的時間 到了3.75元這個位置 現在回到之後的時間 其實看到升幅上 其實現在到現在現價為止 這個水平基本上 累積的升幅已經超過一倍又多 所以我會建議 如果真的想買的話 我也建議 等它落到7.3元的位置 才考慮會比較安全 特別就是 剛剛講到 這個板塊本身 都要看農業的政策 都是一些國家的政策 所以在場面 其實這些國家的扶持 應該都是會 現在看到的情況 都會延續下去 特別是在12.5元的規格 裡面 也有很多這方面的政策 去扶持這類公司 所以前景上 我也覺得可以是 7元看好一點 即是前景都是看好一線 但這個時候 都等一等 去到7元這個水位才好入 沒錯 謝謝Stanley 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先看看何小姐在旁邊 你好 你好 兩位支持 請問我想入神華 或者燕州梅的 不知道哪一種好 和什麼位置入 好啊 都是二選一 是的 好 看看分別兩種 1088中國神華 36.6 暫時來講 升三毫子 另一種何小姐想問的 就是1171的燕州梅 21.4 今天來講 升超過4% 基本上 如果你有看法 就是家庭本身 本身是想 投資上是比較重 比較平穩一點 因為事實上 如果你有看平穩的角度 看的話 神華的表現 似乎是比較穩健的 因為本身它的業務 其實是處於 在內地方面 處於煤炭這個市場 一個龍頭的地位 而再加上 本身它的業務 那個範疇 都比較多元化 基本上是 一些煤炭 一些鐵路的運輸 一些發電 一些港口業務 其實都會是包括在內 但當中 這些業務 都會圍繞煤炭 本身的發展 所以以一個穩健度 其實神華本身 可以說是相對比較穩健的 但只不過 如果以一個 可能比較 中趣一點 或者前景上 如果這個 可能會做得比較好一點的話 這支煤 其實有個機會 會做得不錯 雖然你說在之前的時間 公司公務第三個路的業績 似乎是幾年人失望 尤其是在一個匯對西方面 其實出現了一個比較大的虧損 而令到公司在第三個路方面 出現了一個盈利的倒退 但只不過 如果你看看本身 公司在一個的 可愛發展方面 其實都是做得相當之理想 即是不斷抗議得比較快 而且在澳洲方面 或者加拿大方面 其實公司都有些 擴充一些的業務 所以 在可愛市場方面 如果一旦各製煤價 是叫做回升的話 都會對煙真煤有比較大的幫助 第二問題是 對煙真煤來計 有比較大的變數 可能就是在一些 就是在可愛方面 如果投資可能比較 或者不是那麼理想 或者是那個進度 未如預期的話 都會對公司有比較大的影響 還有就是在澳元的回價方面 因為在今年的上半年 其實公司本身是因為受惠 匯隊收益 令營利方面 增長有九成一 但只不過在第三個月 穿了一個匯隊的虧損 而令公司拖累到營利方面 就有比較大的倒退 所以在這支煤魚身上 其實這方面的影響力 就是匯隊的影響力相對比較大 而澳元本身比較穩健 所以如果你想比較穩健 我都建議澳元本身比較適合家庭本身 澳元本身 如果你看到賣入價方面 初步看 你見到股價都在這段時間 都有一個比較不錯的升幅 特別是現在 你見到我們沿著一條 一個上升軌是正在上升 所以初步看的話 只要守著這個上升軌的位置水平 基本上股價就有機會 可能會再試一些高位 甚至乎有機會挑戰 之前40元左右的位置 所以我建議家庭本身 如果你想買的話 可以先等到它 大概36元左右的時間 再考慮 那就比較好些 而中線的話 可以先看40元這個水平 而下方來說 先看回到34元這個位置 即是現在50天線 這個水平 如果守著這個位置的話 基本上又不需要太多擔心 好啊 何小姐 有沒有其他問題 是啊 我還可不可以問一下LED的燈彈 哪一隻好啊 有沒有特別 哪隻股份想問 4.2或5.15 隨便一隻 好啊 5.15 不如先看看5.152 達進晶電 這一隻就現價2.15 其實看到圖表上 都是升穿了三條平均移動線 分別是10天、20天和50天 這一隻又怎樣看呢 簡單說回LED市場方面 本身在這段時間 其實代謝了一些政客出台 類似說 一些傳統的燈泡 可能要換LED 因為LED比較環保一些 以及比較潔能一些 所以這個推論之下 你見到本地很多的LED燈的 概念股份 其實都升得在這段時間 都上升了不少 但只不過 如果你看看內地這個市場方面 其實你說LED本身 在內地方面的市場競爭 是相當之大 講的是很多不同的省份 都有很多企業在欠這個市場 所以回到之前的時間 其實你說當地來計 LED燈本身 都出了一個類似產能過剩的情況 就是產能過多的情況出現了 而本身在一些 價格方面 其實都是不斷有些跌得比較低殘 所以你說在這個因素之下 其實就變成這個 如果你看回這一次的 政策上一些改變的話 似乎LED這個版塊是有些幫助的 但只不過成效有多大 其實我自己個人是有些保留的 當然如果真的要選擇的話 其實我本身會覺得是雷士 即是四條二 可能會比較適合少少 最主要本身 你說雷士在內地方面 都是有個比較大型的企業 原來公司本身 其實你記得都很多 跟一些大型的機構 即是一些國際間 一些機構合作 所以前景上 我覺得似乎以雷士照明 可能比較看得是好少少 但現在現價來的高追的話 似乎都有一定的風險 因為你見到股價是之前的時間 在三個月的股價 還行了一段時間 都會比較大的急升 所以我都建議 如果想買這個版塊的話 我覺得都最好 等它落分三個三個這位置 才再考慮比較適合 好 先看股價 女士照明2222 現在是做三個六 今天來講是升六仙 都建議等一等三個二仙 好買入這一隻 沒錯 好 多謝何小姐你的電話 希望下次可以再解答到你的問題 家庭觀眾有任何問題 歡迎打電話來 或者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bschannel.com 看看大市最新表現 恆志現在升1點 去到19678點 成交方面有372億 掛企指數升35點 收報在10682點 而其字方面 暫時升73點 去到19672點 暫時低水2點 成交量方面有52,000多張 我們這一節節目時間差不多 休息一會 後來就會有第二個環節 就是板塊直擊 休息一會 後來跟大家再談